在上個星期 3 月 24 日的晚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國際奧會主席巴赫 在開會後宣布 將會把原定今年夏天舉辦的東京奧運 延後一年舉辦 很多人搞不懂 疫情已經在全世界大流行了這麼久 為什麼日本到這個時候才做決定? 他們到底在考慮些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東京奧運的延期考量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各國都超期待的2020年東京奧運 原本在今年的7月24日就要盛大開幕 不過卻被疫情攪局,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 輿論甚至有 我們還要繼續辦奧運嗎?這樣的聲音出現 其實早在2月,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就有許多媒體詢問主要負責籌辦活動的東京組委會 是否有任何停辦或是延期的考量 暫時他們對外的說法都是 民旗舉行,而他們會做好一切的防疫措施 但是即使疫情在世界各地擴散 包含了韓國、義大利、伊朗確診人數 在2月底3日出都陸續破歉 國際奧會的主席巴赫仍然在3月4日開了記者會 呼籲大家要對成功舉辦奧運有信心 而國際奧會跟日本將會努力準備 讓奧運能夠順利舉辦 那隨著歐盟各國跟美國的疫情也漸漸失控 川普在3月12日的時候 親自打電話給日本首相安倍晴三 建議他應該要讓奧運延期 而在16日的時候 其他工業國的國家元首也召開了緊急的通話 共同討論疫情的應對措施 並討論今年的奧運到底該怎麼辦 安倍晴三跟其他國家的領導人說 他希望能夠照原定計畫舉行 目標是要舉辦完整的奧運 他相信如果能好好地完整舉辦整個奧運會的話 人類就可以說是戰勝疫情了 對此川普只好表示祝他好運 不過G7的緊急會議的隔天 國際奧會還是宣布 距離奧運開幕還有4個月 所以現在做任何決定都還太早了 他們還是會以如期舉辦為目標來繼續準備 但在疫情持續失控的狀況下 各國都擔心病毒可能會隨著奧運再度大傳染 因此對國際奧委會議具有強大影響力的 美國游泳協會和美國田徑協會 請求美國奧會和帕委會向國際奧會呼籲 應該要延期舉辦東京奧運 而巴西斯洛維尼亞與挪威的奧會 也表態反對東京奧運的如期決心 到了3月22日 國際奧會都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因此加拿大和澳洲決定要開第一槍 宣布退出今年的東京奧運 不會派出代表團 到了隔天 日本政府的態度放軟 表示如果國際奧會覺得可以延期 他們就會同意 而在3月24日的晚上 安倍晉三和國際奧會主席開會討論後 決定要延後東京奧運到2021年 而2020東京奧運的名稱會繼續延用 哇!要變動一場奧運真的是超級困難的 從輿論開始討論到最後決定延期 花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世界各國紛紛表態施壓才能延期成功 那我知道很多人應該會想說 疫情都這麼嚴重了 嚴重成這樣子 為什麼還要這麼難決定呢? 這主要是因為辦一場奧運牽涉的範圍 真的太廣 有太多不同層面的事情需要好好考量 4年一度的奧運聚集了全世界 100多個國家的運動員齊聚一堂 競爭著各項運動賽事的最高榮耀 舉辦這個活動對世界各國來說 象徵著和平、平等與交流 那從運動員的角度來說 能夠在這個競技場上面代表國家爭取獎牌 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情 因此很多選手為了獲得奧運的資格 毋不卯足全力做好訓練 就是為了要在比賽場上面保持最佳的狀態 然而運動員生涯的黃金時期 大部分也是20到30歲的這段期間 過了之後再怎麼訓練狀態都很難像巔峰時期這麼好 所以每一次能代表國家隊出賽的奧運選手 都會特別珍惜這樣的機會 因為錯過了,很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 此外奧運這個極度盛大的賽事 對主辦國跟政府還有人民來說 也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 一場奧運要辦得好 需要投注相當大量的資源 算是一種國力的展現 而全世界也會在這次的賽事當中 投以相當高度的關注 主辦國可以藉此展現自己的科技實力 又或者是宣傳自己的文化 而這使得許多日本人對奧運滿懷的期待 把它視為重振民族光榮感的機會 如果順利舉辦奧運 某種程度上意味著 日本已經從311的正在當中重新站了起來 很多日本人也期待奧運能夠帶動經濟的成長 脫離1990年代至今的長期經濟不景氣 日本人對奧運的期待 使得主打經濟牌的安倍晉三 他的支持率在確定主辦2020奧運之後 連帶提升了不少 有日本媒體分析 安倍原本的計畫是今年順利辦完奧運之後 在明年9月任期屆滿之前 在日本解散眾議院的特殊制度來中新選舉 讓自民黨得以乘著成功舉辦奧運的優勢 選贏選舉再度組成內閣 然後再交棒給自民黨的繼任者 也因為他帶領日本順利的辦完東京奧運 結束任期之後 他的政治生涯就可以華麗落幕 達到他的歷史定位 但是在今年的疫情爆發之後 他的政治生涯多了很多的變數 安倍帶領的日本政府被日本民眾批評反應太慢 認為他缺乏領導能力、公信力不足 也有評論分析 這可能也是安倍政府對於奧運取消或延期這麼猶豫的原因 而這樣的結果也影響到了整個自民黨的政治布局 如果明年真的解散國會 那自民黨的慎選機率有多少? 一切都還很難說 此外,日本政府為了舉辦奧運 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來更新議題的建設 包括新建奧運場館和交通基礎建設 也透過很多很炫的科技和動漫作品 來宣傳日本的科技和文化實力 根據BBC的報導 目前為止,日本已經花費大約3兆台幣在籌備東京奧運 而奧運的觀光人潮也是日本相當期待的一部分 2019年日本的外國觀光客有3188萬人次 而日本政府估計,光是2020東京奧運 就有機會吸引日本海內外的1000萬人次的觀光人潮 可見奧運對日本觀光業的影響有多大 甚至還有機會能夠刺激日本的經濟 把前期投入的資金全部都給賺回來 原本預期,如果順利舉辦的話 將會有機會帶來約9兆台幣的後續經濟效益 而如果停辦奧運的話 則可能會反而損失高達2兆台幣 可能也是因為在這樣的緣故之下 日本在決定要延期之前 甚至還一度提出了不開放現場觀散 改成比賽直播的辦法 就是不希望東京奧運停辦 但損失慘重的不只是只有日本 國際奧會也會因為停辦 而損失大量的運動賽事轉播權利金 這筆收入佔了國際奧會總收入大約7成 估計將是大概1200億台幣左右 這次的奧運轉播權 已經賣給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再由他們轉賣給其他世界各國的媒體 那如果停辦的話 違約金要怎麼談 也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 而國際奧會、日本奧會 跟贊助廠商之間的合約 也會出現很多的變數 各項賽事的賽程 還有已經賣出去的票要怎麼辦 這些都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雖目前已經決定要延後一年舉辦 但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像是比賽場館的部分 奧運賽事總共會用到33座體育場館 其中共有11座是專門為奧運改的 另外,22間場館已經有很多明年 已經安排的一些比賽了 如果想要順利舉辦 日本奧會勢必就要想辦法 搶向這些明年的場地使用權 而已經蓋好的奧運場館 則是還要再多付一年的維護費用 這對財政負擔已經很重的東京都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日本中央政府決定 延期一年的最佳費用 會有中央跟東京都共同分擔 此外,原本預計選手不能閉幕之後 就會改建成可以賣掉的房地產物件 但也因為延期可能會面臨一些違約和賠償的問題 那整體來說 選擇延後一年的舉辦 日本雖然損失的會比停辦奧運少 但日本學者估計 還是會賠掉大約8900億到1.25兆台幣 而在奧會這邊 比賽改到明年 已經賣出去的賽事門票該怎麼處理呢? 而因為延期的關係,如果不能參加的話 能不能退票呢? 這些票務的行政手續肯定也會非常的麻煩 而奧運延後一年 也會讓東京奧運跟其他的賽事撞棋 包含了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NFL 還有世界田徑錦標賽、世界游泳錦標賽 還有歐洲足球冠軍聯賽等等 那到時候電視台可能不一定會選擇轉播奧運 可能也會導致奧會損失大量的權力金 而各家的電視台已經販售的廣告時段 也肯定是要全部重新寫上跟簽約的 那看起來,無論是奧會跟各家電視台 損失也都不會太小 而在參賽的選手部分 國際奧會表示已經獲得資格的人 明年會保留 但還有43%的穿賽席次尚未分配出去 這些席次該如何分配? 運動員又要透過哪些方式來爭取? 仍有不少的變數 而已經取得了參賽資格的選手 雖然延賽不一定會讓我們直接失去角逐金牌的機會 但選手的狀態其實很難一直維持在高峰 而且他們也得面對賽棋對撞的問題 也可能會使得運動員選擇不參加奧運 而去參加啟發各級分更高的比賽 這些種種的問題 都還有待國際奧會、日本奧會 以及日本政府協調各方來解決 我們覺得,其實比起經濟利益 人命當然還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東京奧運如期舉辦 而到時候疫情還沒有緩解下來的話 可能也不會有多少的觀光人潮 而且硬是要辦下去 等於是逼迫運動人員要在國家榮耀 跟個人健康之間做出選擇 所以現在日本跟國際奧會 決定要把東京奧運延敲一年 我們覺得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做法 奧運還是會舉辦 而日本也可以賠錢賠的少一點 也可以避免運動員參賽的期間被感染的風險 不過我們無法預期這波疫情什麼時候能夠平息 而目前為止也都還沒有確認有效的藥物可以用 疫苗也都還在研發當中 不少的專家指出最快至少還要在一年 甚至是18個月以上才有機會成功 而成功之後還要由廠商生產 政府要核准之後才能上市使用 而且即使疫苗出現了 如果病毒突變了太多 也很有可能會讓疫苗的效果變差 所以一年之後能不能控制下來 恐怕沒有人能夠預測得準 但如果明年的夏天的疫情都還沒有緩和 那我想我們可能會再度面臨要停辦 還是要延期的抉擇 好的,那今天的最後我們想要問問大家的是 你覺得日本和國際奧會把奧運延後一年 這個決定怎麼樣呢? A. 我覺得日本應該要更早做決定 畢竟疫情很早就開始了 全球大流行才延期已經有點慢了 B. 我覺得辦奧運要考量這麼多事情 只要能在人潮聚集到東京前面做決定 都還不算太遲 C. 我覺得能在這個時刻宣布延期 日本政府一定是承受了各方的壓力 給予肯定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奧運延期背後的掙扎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武漢肺炎》的命名爭議 以及我們持續追蹤的《武漢肺炎追擊令》系列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